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人对九七前途没有信心已经疑了问 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总要付上代价值不值得呢 有些人既经挣扎决定回流回香港 前途问题或去或留心情复杂 香港自从出现九七问题 一些对香港前途没有什么信心的香港人 都想尽办法移民外国铺定后路 加拿大、澳洲和美国 都是香港移民向往的地方 不过由于美国给香港移民的限额 每年只维持六百个 移民美国的人数就没什么特别增加 对于这位梁太太来说 她在美国并没有亲戚又没有专业知识 而美国目前也很少接受投资移民 所以梁太太要移民美国就要另想办法了 唯一的途径就是结婚 那我女儿就来到这里结婚 她拿了这个美国生贩 所以可以申请父母, 兄弟姐妹 就是为了移民就嫁过来这里 那一点点吧 我现在想美国当然要寻求途径 是吧 梁太太把女儿嫁来美国 想着不单只可以申请到自己移民 还可以申请两个儿子 她打算迟些 叫大女儿和女婿来美国 她说不想下一代过着 没有自由的生活 民生说句 就怕九七年 因为我亲历寄境 我中国大陆有亲人在这里 受苦嘛 所以我常常要拿些东西上去 那我们在香港就自由习惯的嘛 不习惯受束缚, 对吧 想着想着孩子们 都好像我们以前在香港 过去习惯那种自由的生活 所以就叫孩子们来到美国 新移民美国的人当中 有很多在香港的专业人士 本来在香港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来到美国呢 事业根基和社会地位 都要从头开始建立 是什么令他们作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呢 我移民来美国的日子 就是1984年的时候 在香港关于97年的事关 这样子比较 就是当时人心事实上 都很徬徨 而且看着那些港币就跌到 由五个多人钱跌到 九个多人钱都会跌的了 所以在那段日子里面 这样的经济环境 所有 譬如我做地产这一行业的 公共情人员 发觉了这些东西要停顿的时候 不知道要停多久呢 那如果香港万一停到不好 我还是没办法做的 与其是这样 我为什么不去找另外一个 新的环境里面来博一博呢 潘超王以前在香港 是有专业资格的土木工程师 是长江实业公司的高级职员 月入两万多三万元 来到美国 不承认他的专业资格 后来托朋友介绍 找到一份划绩的工作 虽然所做的工作跟以前差不多 但是他在工程界的地位就相差得远了 那我在香港就做了十年的日子了 那别人就有这么多 在工程界里面 譬如好像那些工程师 他也认识我很多 知道了这个人以前是这样做事 公司方面也都知道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很多准备功夫 但是这里不同了 别人不认识我 你说你在香港做到天花龙房也好 别人不知道的嘛 所以我在这里就要做很多关于那些 将来做设计的工作 所以我就会每天去图书馆里面 有什么有关的资料 美国人是怎么做他这里的事呢 潘太太在香港 是有十年经验的药剂师 美国同样不承认他的资格 来到美国 足足做了七个月的义工 是没有薪水的 就算是这样 初时都没有人放心给他做 令到他很失望 第一个月去的时候 他们就只是给我做集工 人家送一些药来 我点个线码上去 放好它 但是很快就知道 你做出来 人家就会知道 你对这行业很熟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可以开始做口服的药 因为他这里是二十四小时 传药给每个病人 我们就开始感受药给病人 潘太太 你说你做了七个月的义工 做了义工的时间 有很多是做集工的工作 而你在香港 已经有十年的工作经验 你在药剂配药方面 很有经验 当时有没有觉得很 当时很失望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你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 又不知道 你到底是否可以回到日本航 幸好, 我很幸运 我做了医院里的 大部分都是越南和菲律賓里的人 他们就一直鼓励我 告诉我 他们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而在这七个月来说 他们并不算长 潘生潘太太 其实是少数幸运的移民 不需要太长时间 就已经可以找到工 而且还是自己的老本航 虽然他们今天的收入 比起以前在香港就相差得远了 他们现在两个人月入四千元美金 在美国来说 只是相等于两个美国一般大学 毕业生的起身店 潘先生说 比香港这里的生活和物质享受 下降是很明显的 举个例子来说 在香港我们经常走到外面 那些酒粮茶室吃东西 就算很贵的油水海鲜 我们就照买回家煮来吃 或者是买那些衣着 有些欧洲流行货式 我们就去买 所以变成香港 这些消费本身来说 我们就多了很多 因为都可以买得起 所以就会这样做 但是来到美国 比如好像我们现在 总收了差不多四千元美金一个月 那时候我们在四千元美金里面 我们有成半数 就拿去那些保险 汽车 那些分期付款 又有房屋分期付款 税又扣得多 它有二十多个百分 差不多在这里要扣三百分 这些保险和税 已经去到我们总收的一半 现在彷徨的日子终于过去 潘生一家慢慢安定下来 俊贯他们的生活享受和社会地位 都比香港差 他们仍然没有后悔 我自己就整天都这样自己和自己说 我在香港当时的生活 不是说一朝一夕得来 我已经累积了十年 然后我才得到这样的生活的程度 还有得到这样的享受 我现在在这里只不过是两年而已 很可能我在这里经过十年之后 我也是可以得到同样在香港的成果 自己也是这样自己安慰自己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一直这么失望下去的话 那天怎么能够生存 潘生和潘太太一家都比较年轻 而且懂英文 可以跟本地人沟通 对于适应新生活来说 是比较容易的 移民行列里面 有颇多年纪老 又不懂英文 又不懂驾车 适应能力比较低的退休人士 对他们来说 移民的苦门生活是难受的 你知道香港1997了 很多天都怕了 大雨的问题就是儿女都来这里了 但是97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签了协议了吗 说是签协议而已 有时会变的 陈太太为了97问题移民美国 本来她和女儿住在加州一个小镇 并且是很难受的 生活太苦闷了 于是她一个人搬来这里 三藩市唐人街 想着多点人和声同气 日子会没那么难过 我女儿那儿很悶 她又要上班 我学日要上学 所以就剩下我一个人 很悶很无聊 事前上後就這樣, 想這樣想那樣 想自殺的, 悶到 為了日子好過一點 他千辛萬苦託朋友介紹學車醫 目的不是賺錢, 而是為了有所寄託 有班工友一起有談話 不過, 放了工之後 他又要孤孤獨獨回家, 等其他人開工 比較兩地的生活, 你喜歡哪裏 我喜歡香港 你喜歡香港, 你不留在香港, 又要來呢 所以, 這些是很矛盾的 所以, 我現在經常回去 有時一年, 回去兩次 沒有兩次, 也有一次 子女在這邊, 當然是跟子女 我也想留在香港 你既然不喜歡這個生活, 又要留在那裏 那你覺得, 這樣移民化值不值得呢 我不值得了 每一個轉變都會有德有失 每一個移民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 對有錢的移民來說 代價就是犧牲比較多姿多彩的香港式生活 加拿大的溫哥華是香港投資移民的集中地之一 所以那裡, 香港有錢人特別多 吳智能以前在香港開了二十多年工廠 移民之前是三間工廠的老闆 有十萬隻廠房, 他在香港長袖善武 來到這一處呢 本來打算開工廠, 做回本行生意 可惜總是困難重重 這裏做生意, 大的生意 就被外國人, 就已經壟斷了 中國人呢, 就只適合做甚麼呢 做餐館 暫時來說, 將來很難說 或者中國人會凌駕於外國人都未定了 但目前來講呢, 就只是做餐館和小生意 和那些國際店舖, 即店舖那些東西 變成了生意範圍不是很大 除非是近年, 有些中國人是做地產 或者其他東西, 也比較有 但為數當然不是太多 除了是被本地的人壟斷了大的行業之外 除了與政府做生意的法例 以及工會的勢力有沒有關係呢 是有些關係的 B師生的工會的勢力就大了很多 爸爸, 人家問有沒有蔣家皇朝本書 有的, 我稍後拿出來, 你進來拿吧 好, 好 吳先生現在開了一間書店 每樣都要親力親為 子女都要幫忙 以前吳先生那間廠上去軌道 上班只是開校會 他以前有三個平置房車 有兩個司機 為了移民, 臨走之前 將住的房子降價出售 吳太太在香港, 家裡有兩個工人 不用自己煮飯買菜 平時多數行行公司 現在呢, 就要去店舖幫忙忙 生活方式有這麼大的不同 初學來到有沒有不習慣呢 小小小啦, 小小啦 但是, 都可以克服的 因為我們家庭, 每個人都歡喜這裏的生活 這裏的天氣 都不錯的 為了移民, 你覺得是犧牲了甚麼 表面上來說, 是犧牲很大 其實上呢 犧牲是怎麼大呢 做犧牲而不做, 就犧牲了很大 是不是 為了家庭的大家的融合 和自己的信心 過來這邊, 也是有一種樂趣 是補償的 吳先生說, 她這次移民是打算落籍生根的 不過吳先生這種想法 其實並非是大部分有錢老移民的心態 梁瓦力是移民顧問 她協助過很多香港人移民加拿大 尤其是以投資身份移民的 香港人是不是真正想移民 她應該是很清楚 很有錢的, 大廠家, 醫生律師那些 其實講到明都沉 她一定是靠過骨 那些她不會真真正正的投資加拿大 總之OK, 就這樣用什麼醫生來講 醫生的話 她多數傳給老婆, 太太, 太太來 自己就回到香港再行醫 她真的不是買電梳而已 如果1997是好的話 她就留在香港, 扔了護照 如果不好的話, 她一定能飛到加拿大 其實她們找個太太來移民加拿大 只要找太太過竅 太太買電梳而已 現在每個人都是這樣 六十四歲的曾榮 終於等不到福盈奇滿, 就回來了 曾榮和她的朋友說 移民的生活就像坐牢一樣 今天曾伯決定不再捱下去了 曾伯去年四月以退休移民身份 移民加拿大 在多倫多市近郊定居 根據加拿大的移民規例 四年之內一定要在當地住三年 才有資格成為加拿大公民 這次曾伯住不夠兩年就毅然回來 等於決定放棄這個移民的機會 她說不適應當地的生活 根本上不適合tsåken 放棄這個壞車 如果每次都在野天來说去夏天來 Pyakin 我早上走在去 desires 走到寬問 走到寬問後 走出去唐仁街 打麻雀, 喝茶 初初期挺好的 新見的舊朋友 有時候聯絡, 整整一下太過單調 好了, 接著一到下雪更厭煩 因為第一, 我的氣管 如果下雪, 對我的氣管有影響 第二, 你不出去 外出, 你要乘車, 從我家走到車站 要走兩個時間 如果下雪, 我怎麼走出去呢 就是困住我的家 困住我的家就等於三等移民 第一等, 就等天亮 第二等, 就等吃飯 吃完飯, 又等客人, 又睡覺 就經常這樣等 去年真伯一家六口離開香港的時候 一點都沒想過會回頭 他們變賣了在香港所有產業 拿些錢在多利多附近一個小鎮 買了一間舊汽車旅店來做生意 這項交易當時轟動全市 不止電視有專題訪問 報紙亦以頭條新聞報道 旅店開幕, 當地市長還親臨展彩 一時成為佳華 今天他們全家有一半人 都適應不到加拿大的生活 回到香港, 重新置業 決定以香港為家 事實上, 自從出現九七問題 移民加拿大的人數不斷上升 一九八三年, 商業移民有二千二百人 八四和八五年 每年分別有三千五百人移民加拿大 今年加拿大也放寬特定行業人士移民的資格 今年頭五個月 加拿大領事館已經收到一萬一千五百份申請表 羅靠儀是其中一個申請人 今年七月三十日 他正式接到通知移民批准了 羅靠儀是電腦程序員 他曾經為移民的問題考慮了很久 他有很多同行的朋友都已經申請了 亦都批得很快 初時他保住儘管事下的心態 入籍申請移民加拿大 到他知道了可以成行 他亦都曾經爭不定主義 不過權行輕重, 他終於都是決定去 最大問題是一九九七 那你為甚麼這麼怕一九九七 我不是, 其實是怕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一九九七之後 會是甚麼情況 那譬如如果你告訴我 我一九九七之後很差 會差成怎樣怎樣 你講明給我聽 或者我心理整備會好些 但是我雖然覺得 都不知道一九九七之後 會是變成怎樣 那我最害怕 就是當你不知道一件事 會變成怎樣 你最害怕 那你現在移民加拿大 那你是不是打算 在加拿大落籍生根 我沒有這樣的打算 因為我是想著 坐完三年移民間 就會回來香港 為甚麼 因為基本上我是喜歡香港 香港的生活 又多姿多彩 我的朋友又在那裡 那我在那兒肚生肚長 始終我都覺得 我家裡就是香港 你看人家 羅乃兒也就是這間花店的老闆娘 她平時一下班就來這裡做課程 大地來做生意 這裡每個月正賺五六千塊 大地去世 她不捨不得的 就是要結束這一點點 由她一手一腳建立的事業 好 來自我見你 你也開花心 原來清宵一姑娘跳蕙 各有各去向 卻有笑意共濟水 謝謝 她說她更不捨得張學友 像這種歌迷會活動 她移民之後不會再有機會參加 她認為見不到張學友 是很大的犧牲 是很大的犧牲, 你看張學友, 她是很大的犧牲 和你崩潔後, 崩潔後再說一句 還有幾天, 關先生、關太太 就要上飛機, 遠赴澳洲麥爾布定居 有些跑呢? 跑 這幾天, 他們忙得不得了 一有時間就要去買好一些冬菇海味 以及將來生活必須用的家庭用品 關鼎超和他太太 是政府電腦資料處理處的電腦程序員 他們的同事的流失率有百分之十二 大部分都移民澳洲 八六至八七年度 澳洲打算吸納一萬六千個技術勞工移民 以及二千五百個商業移民 為了更容易適應當地的生活 很多移民都學一技之長 關鼎超就去學修理汽車 因為澳洲不像香港那麼容易找到車房 修理費也很貴 而關太太就在家裡學車衣 他說澳洲的衣服很貴 以後自己可以做衣服 關生關太太這次移民 其實還沒找到工作 也沒找到屋 兩夫婦帶著港幣十五萬 想到處才打算 雖然前途有點茫茫 但他們說都是充滿信心 他們的朋友也寫信回來說 澳洲容易找工作 就沒空 還可以對海灘捉鮑魚 捉龍蝦、捉龍蝦、生活寫意 究竟移民的生活 是不是像關鼎超那樣容易適應的呢 如果適應不來 又放棄了現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代價是不是太大呢 我想如果現在還是年輕 我想容易適應環境的 如果真的不適合 我想起碼過了兩年才再打算 我想我們起碼都拿一個公民權 就是住了兩年拿一個公民權 才會再想 為甚麼呢 既然都付出了這麼多 工都遲了, 又搬了東西過去 如果無緣無故住三、四個月又回來 起碼也有些東西拿回來 有部分人認為香港的潛途不明朗 於是決定移民外國 移民之後會怎麼樣呢 有很多仍然是未知之數 可以肯定知道的 移民是要付出代價的 移民有價, 八十年代開始 應該是香港普遍地下階層 中產有錢人都說來那裡都說 你身邊有沒有人移民 甚麼時候離開 都是這些話題 未去到中英談判 未去到戴卓爾訪華等等之前 其實麥理浩是上過一次京 然後在上京見完鄧小平之後 坐直通車 從此恢復直通車服務 回到香港 他回到香港的時候 他就帶了鄧小平一句說話 投資者請放心 現在我們查一些文件相關 就是麥理浩說沒有吹牛 他沒有說謊 確實 鄧小平說了 投資者請放心 不過原來說完那句之後 就有另一句 就是中國人對這個主權很嚴肅 那麥理浩就不知為何 你記得第一句 就忘記了第二句 叫你們放心 所以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大概是七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頭的時候 你會閱讀得很正面 你怎麼會有改變策略呢 於是你下一個階段 去到港中英談判的時候 忽然之間發覺 原來大家是沒有進展 然後戴卓爾 可能是見到鄧小平之後 收到另一個訊息 於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恐慌 以至出現過港元 就是暴跌 所以以至到我們需要 跟這個美金掛鉤 我記得連廁紙都沒有 我還回家跟我媽媽說 連廁紙都買不到 我媽媽都安慰我 她就說其實買到也沒用 因為九七就有十幾年 我們怎樣也買不到十幾年 所以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恐懼 你在個人層面可以做甚麼 一個方法就是移民 剛才我們看了《移民有價》 休息回來後 我們會看另一集《人才回流》 繼續慢慢談 《移民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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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廣衛, 會計師三年前移民澳洲 去年正式入籍 成功為自己和家人找到太平活 這個時候正當香港面對人才外流 他回來實行再闖一番事業 今天的節目是關於幾個 由愛國回流回來的專業人士 他們幾年前移民愛國 鋪好了後路 又不約而同在今年回香港 這些人幾乎成為政府 緩和人才外流的強心劑 李廣衛回來 是一間會計師樓出任經理 職位比他在澳洲的工作 工作量也大很多 他說以前可以準時下班 現在每晚都要做到八、九點 才能回家 雖然要犧牲這麼多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他反而覺得回流之後的生活 比以前充實 在澳洲李廣衛有一半工 用來供車供樓加納稅 太太晚上要去餐館兼職幫補加計 做丈夫的難免不安樂 於是一入到籍 就馬上回香港 現在李太可以專心做全職主婦 另一個催促李廣衛回來的原因 是他覺得在澳洲 很難出人頭地 始終是中國人 在外國出頭的機會沒那麼大 很簡單 因為兩個人 一樣的資格 一樣的資格 他要用自己的白人 多過用黃人 他說未見過有華人在澳洲 可以出任到回計師樓學伙人 在香港 他就覺得比較有機會爬上這個高位 因為香港一直有一輛九七至近 很多公司和政府都是 本地化 外國人一步步會撤走 中國人就會慢慢慢慢 招起他們的位置 他任職的公司 是世界八大會計師樓之一 合夥人向我們表示 全世界都不夠會計師 好像李廣衛 有八年以上工作經驗的會計師 是很搶手的人才 這間公司 屬於行政級的華人裏面 有四分一已經持外國護照 無後顧之憂 李廣衛華可以專心向上拍 未走之前 一直做事 睡醒了 問自己 究竟今天是不是九九七 問自己的環境是怎樣 很多人是未知數 現在少了這個情形 變成沒有這個情形 安定很多做事 可以專心向上拍 林世光在一九八零年 獲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當時他怎麼也想不到 自己會離開服務多年的地方 舉家移民加拿大 他也想不到 入籍加拿大之後 竟然有公司 重金禮聘他回來香港工作 他現在是一間保險顧問公司的行政總裁 每年收入平均超過四十萬 雖然有這麼優厚的經濟條件 他仍然選擇 住一間五百尺的舊樓 他說自己毅然拋下加拿大 投家隻身回來 無非為了賺多點錢 儲多點錢 到退休的時候 不用攤大手板 等加拿大政府救濟 他說這次隻身回來 一個人無需租靈屋住 總之省得省得是省得 他這種心態 對移民之前比較 截然不同 以前他是有多少就花了多少 可能因為當時 我和太太的收入不錯 那我們通常來說 真的來說 每個月都沒有認真的 記下我們這個月花了多少錢 差不多出份量 那每個月生活費 找信用卡的錢 但是這次回來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因為要決定在加拿大放下家 放下自己做的業務回來 變成那個人緊張很多 經常會想一下這個月有沒有花多花少 那裡 林世光回到一個多月 公司還沒佈置好就要開始營業 公司是由一個大地產財團 和一間外資銀行合作經營的 他們賞識林世光 是因為他從事保險有20年這麼久 加上在加拿大做了幾年 有助把北美洲保險業的先進知識帶回香港 公司的業務主要是為大機構做保險顧問 他回來一個月就成功為公司拉倒第一個客戶 香港會議展覽中芯的保險 就是交給他和另一間公司購買的 中芯早幾天開幕的時候 他也有營邀出席 陰議政一家四口84年年來加拿大 今年八月齊齊回來香港 短短兩個月已經重申置業 買車和請工人 兩夫婦也回到原來的公司上班 陰議政現在是一間外資銀行的副經理 中英談判期間他申請調去加拿大分行 當時並沒有想過會回來 近年雖然香港經濟蓬勃 但是這間外資銀行因為人財外流的影響 香港的分行由七間減到五間 公司極需要有豐富經驗的高級職員 陰議政於是又調回來 他說在香港工作始終比較負挑戰性 香港來說每天的工作很繁忙 在香港工作很多不同的公司和客戶 可以時常接觸到 那邊就變成很單純 變成他們在國際貿易方面 反而落後了一些 任太太回來也很快找到工作 他在廣告界十幾年 移民前是這間公司的客戶總監 回來之後又再升級統籌整個部門 廣告界最近也面對人財外流 任太太的公司有不少空缺 還沒找到任田武 我今天來上班的 林先生移民澳洲三年 今年年終回香港 很快就有電腦公司請他 職位是主管級 負責系統分析 他的上司表示 這個位子本來是由一個 經公司培訓了四年的人擔任的 奈何他夠資格就移民 他說公司有內部盤分 但是很多時候的職員滿師後 就移民或者跳槽 因此他現在寧願請一些 有外國護照的回流人士 因為他們起碼幾年內不會走 而且無需訓練 就可以立刻投入生產 林先生和以上的個案不同 他回港發展多少是自貶身價 現在的人工少過他在澳洲那份 他要暫時放棄那邊辛苦建立的家園 純粹是迫於無奈 當年移民的時候 他帶著兩個女兒一起去 小的那個只有六個月大 之後添多個兒子 因為請不到工人 太太一手臭三個 幾乎捱到實驚衰弱 初初去到的時候就不太習慣了 差不多了 就像是由全職做事 轉成全職主婦 我剛才在這個小子中間的時候 都要手抖了 自從這個出了小子之後 寶貝出了小子之後 就好像比較忙一些 晚上又起床 日後又要這麼多事情做 但是又沒甚麼人幫忙 那想著想著都是… 不如回來吧 回來之後 他們和父母同住 又請到人籌小孩子 不過林太太不用再做全職主婦 現在是一間珠寶工場 做行政經理 老闆在他還沒回香港之前 就游說他接受他的職位 答應上班時間遷就他 只是上班半天的工作 對, 繼續 從加拿大回樓回來的淫異症 從未擔心過自己找不到工作 只是一直都掛著那個小女兒 Christy 找不到學校 Christy 現在讀幼稚園 明年入小學 林太太差不多問雲 香港所有的國際學校 都沒找到一個學位給他 後補名單也有排列 即使有位讀 學費都很貴 每個月要成兩千到五千元 Hello, Oliver How are you? Fine Place your phone for you When you want to talk 你的poster Press on the button Press on the button 我們最希望進入, 當然是國際學校 但是也希望會有法文 因為他們將來回加拿大的時候 即是French是一個很重要的語言 所以想保持他們的法文 他們不用來到這裡 如果在這裡猛追中文 明天回來又猛追法文 即是找他們來做 他們的大女Carol 亦是幾經辛苦才進到國際學校 Carol初初回來香港 入讀這間學校的時候 很沒心機 她說試過一想起上學就作嘔 沒有甚麼朋友 我都想回家 真的 只是過萬聖節 她覺得在外國是很好玩的 但是在香港 就很少小朋友有興趣 Carol非常失望 你說要去Trick a treat 媽媽說不跟你去 那你記不記得你哭 你說I wish I knew magic 是吧 為什麼你wish you knew magic 那我可以回家那裡 回家那裡 回家那裡和你的朋友去Trick a treat 是吧 跟著父母移民的小朋友 剛剛適應了外國生活 又要轉換環境 離開自己的朋友 重新建立生活圈子 多少會令到他們無所適從 讓他們入讀國際學校 未必能夠解決到他們的困擾 你跟我練軟軟的 你不讓我 你不讓我 讓我 讓我 我不讓你 李廣衛 既要大女泳兒讀英同學校 又要請個私人補習老師上門教她中文 泳兒對於父親這樣的安排 不是太接受 就是要做多一份功課 別人同學做這麼多 我做多一份 我覺得很不便宜 泳兒十四歲 在英同學校讀中史 對於為什麼要入籍外國 又要回來香港 為什麼讀英同學校 又不能放棄中文這種安排 她不太明白 她們都沒有解釋過給我聽 但是她們在聊天的時候 和朋友聊天 經常說在香港賺到錢 看到每個人 各個移民來這裡的人都回去 他們都回去還錢 還有她想儲多錢 儲了休之後再回到澳洲 一來一輩 做父母的表示 無非為下一代鋪路 但是由我們訪問到的回流人士 都知道 他們回到香港 是為了自己的事業 為了賺錢 和為了不捨得香港的生活 香港生活多之多彩 是吸引移民回流的原因之一 他們的心態又是這樣的 買了政治保險 社會有甚麼變化隨時可以離開 回來享受一下, 賺錢有何況呢 究竟這批回流的專業人士 會留下多久呢 李廣衛離開香港的時候 並沒有賣到房子 也很少想到自己 始終有一天會回來發展 他說香港社會充滿機會 爬得越高, 越不捨得走 心裡很想留下過下半世 不過會不會真的留下來 就很視乎九七之後的環境呢 譬如說 如果九七之後政府的政策說 是要開始歧視我們這幫人的話 我想我們這幫人會很快就走 為甚麼你擔心他們會歧視你呢 因為這個感覺上 是甚麼給了你一個這樣的感覺 中國政策一向都不用兩個國籍 另外這幫人都是兩個國籍 而且自己是中國人 又有國籍的話 可能說你不忠心 盡可能我們都會留在這裏 因為我們都很多親戚朋友都在這裏 需要走的時候 都不可以顧得那麼多 你都可以說 你會不會是因為香港需要你 你會留在這裏 假設一下 也都不是那麼緊要 我想 除非港督要比港督 他會留在這裏 我們這些小子 即是你一個人走 很可能影響不大 是 但現在很多人好像你這樣 媽咪寶寶 他們都是有專長的 我們從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 講培養 可以說 從小到大 香港又沒有自由教育給我 我從小到大的讀書 都是我自己父母供我的 甚至我 可以說 我想讀書 或者我想讀大學的時候 香港政府都沒有這樣的機會給我讀 叫我去別處讀 因為這樣 香港政府 可能是一個靜民地的政府 根本就 不可以跟外國的政府來比 我的政府全部免費 還有你失業有夠值金 你沒有飯吃 你有飯給你等等 那些人會變得很大的歸屬感 是嗎 如果香港 就 好像 你沒有本事 就 你的事了 那 政府甚至給你一百幾十元 都能幫你 你沒有 隻身回來香港賺錢的林世光 說不當香港是自己的家 雖然有個地方睡 並不表示代表這裡就是我自己的家 始終就是家裡 在多倫多而自己一個在這裡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他說兩個兒子去了那邊幾年 已經很西化 沒有可能再適應香港的生活 自己回去跟他們團聚 是遲早問題 如果我做得成功的話 可能九七或者九七以後 但是如果做得不成功的話 可能明年就走人 這一天 加拿大大選 很多加拿大籍的華人 齊集在這間酒店 收看即時傳播 林世光在座上下 結出青年獎 是頒給一些對香港社會有貢獻的人 身為結識青年之一的林世光 有沒有想過人民對香港造成損失呢 結青的銜頭 有時候我覺得太過分圈驗了 老實說香港有五百多萬人 我只是其中一個 我走了 所謂長江後浪推寸浪 老實說 過去的移民 並不表示對香港不好 因為製造更多機會 給後一輩人 上來 不可以說 完全是 因為我們回來工作 做幾年就走 而 好像在香港 純粹是賺錢 那樣 實際上 我們都要把我們的經驗 也都可以說 同一時間 是給香港 譬如說幫我們忙的人 有機會一起向上走 我們應不應該這麼天真 以為有人才回流 就能夠解決到人才外流呢 將香港寄託給一班 買了政治保險 隨時會由太平門撤退的人身上 是不太孤注一閘的 培養本地接班人 無疑是比較積極的應變措施 但是不少大機構都擔心 當這班接班人 夠資格移民的時候 一樣會遠走高飛 但是人才外流 是否始終是一個 沒辦法帶開的死結呢 我們說回人才回流 我身邊也有很多親戚朋友 當時去的時候 義無反顧地去 覺得一家人齊齊整整過去了 就不要搞什麼太空人了 但是最後回來 第一可能經濟上 覺得始終還可以賺多幾年前 第二就是 始終那裡不是一個自己的地方 好像格格不入 與你無關 就算別人未必很歧視你 你也覺得回來了 當時的情況都很普遍 我想都會看他個人的背景 譬如有些人 我自己也認識到 有些朋友 就是他真的找回 跟香港一樣的職業 其實是有困難的 於是他轉了其他行業 他可能自己真的滿足感 可能比較低一點 所以變成有機會他又回來 我也見過有些朋友 可能他覺得 他真的錯過了香港 最繁榮興盛的階段 他真的覺得有點不太划算 不過我認識有一兩位 比較慘 他剛剛覺得 九七回歸 然後見到解放軍入城 好像很好 差不多時候 我籌備回香港 然後他籌備回香港 賣去加拿大家屋 回來香港打算買屋 然後入市 誰知道就是 《金融海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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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吃得很棒 我記得我跟他聊天 他說 人生真慘 你在香港高峰時離開了 然後在香港最低潮時回來 搞甚麼呢 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我想最主要的情況 都是 看看他個人的背景 他是否真的去到新的環境 找回他類近的職業 或者是否真的 可能在生活方式方面 發展了一些外國的生活方式 現在我們這個年代 年青人覺得 不一定要留在香港 才可以貢獻到香港 我們現在是地球村 去到哪裡都可以 世界公民 甚至是概念是不同了 所謂不只是為了錢 跟著那個問題 你覺得當年和現在的想法 是否很不同 其實香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無論是甚麼階層的人都好 他其實都會有些親戚朋友 是在外國的 譬如我都認識一些朋友 他不是說甚麼中產階級 但是他真的可能 舊時候數回他的叔公 可能就是當年被人賣豬仔 然後去了三藩市做洗衣服 在唐人街 所以他都會有親戚移民 所以這是香港人的特點 第二就是其實香港一直來 往往也會有移民進來 也會有人出去 所以變成其實 很多時候香港以前來說 都有一種心態 覺得香港是一個 你不欠我 我不欠你的地方 即是港英年代 也坦白說 有沒有一套政府政策特別 去照顧某些人 也沒有甚麼 你說你讀書讀得到 因為你要考升中士 要考會考 你考得到便有了 他不會特別 因為選擇你某些人去照顧你 於是你成功的人都會覺得 不是你照顧我 不是你照顧我 是我很辛苦 我要計算逆流順流的數目 不知道要計算什麼 我都要學 或者我讀完 那時候我們那本書 跟英國用的文書差不多 我也要讀 所以香港其實是很個人的社會 他覺得我有的東西是我自己拿回來的 所以我離開 我又不是欠你甚麼 我留在這裏 當然也理所當然 我是一個人才 你就繼續請我 我不是人才 你猜你會請我嗎 所以那個態度一直都是這樣 但至少那幫人回流 也都為香港當時的勞動市場 幫助到 因為當時是幾缺一班很資深的人 因為中間事實上 你回看回頭 也是挺厲害的 就是每年說 開頭兩萬多 後來三萬 四萬多 五萬 這樣的數字 而那些人都在說 不是單獨的人 他有家庭 所以變成你 亦都很集中 某些背景的人 是比較多的 所以對整個社會 是有影響的 以至到當時開始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就開始講 將大學 由兩間 會開始多了 又開始要 起科技大學 開始將理工學院 要變成大學 大學要搞普及化 因為我們要填補 這個人材外流 所謂當時的 brain drain 這個問題 我們要去做 去和流的抉擇很不容易 明天我們看兩集紀錄片 會了解一下幾位被訪者 當年為何決定留在香港 我聽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